天空海闊本算清静 沙力偏遙吹尽难征 关起雙眼安我天命 看见却是你身影 承受冷血这罪名 监了寿命 每个报应要是注定 可要认命 黄沙做我背后风景 曾披起风沙 少汉每个在地上爬 我的脚下从一生虚假 放半沙那少少沙沙 抱紧我吧 侄呼吧 飞吧 放无风沙 仍想要留下雪多句梦话 门外却是我天下 本来我买了一些医治耳患的药 谁知道刚才顺安跟我说 说你的耳朵已经痊癌了 真的好 其实大夫早已说过 我的耳朵不一定是不好的 你何必担心 路上也辛苦了 别多说了,洗个面,回房休息吧 我不累了 这次在三园我跟周世伯说好 一过了十五 他就会陪我出省上一堂 介绍生意我做 一切总算顺利 朗月和春芬呢?我要跟他们说 顺便问他们 我在省城要带什么回来给他们 究竟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春芬又出事? 春芬自从你走了之后 已经两天没回来 我想他已经走了 春芬已经走了? 他也没有地方去,他怎会走?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事 刚才隋根没跟我说? 你们有没有找他? 隋根,评估 隋根 隋根 是我吩咐他们,叫他们不用去找 也不用把这件事传出去 现在春芬是走 还是有意外都不知道? 你怎么会由他? 意外? 春芬根本早就预认了 在你出门的时候离开 这叫意外吗? 你又让他在家里有帮的 脑袋 他回来 我会向宋家人说 在城市里面我只能够一个得够 至于你跟盈婉希事件交谈 千萬不要看到你也是人情的秘密 夠了, 董事 你連這一刻不走 以後做人會更加辛苦 這一點你知道了 春芬, 你餓不餓? 我拿了些東西給你吃 我不餓 剛才麥大叔送我回來的時候 吃了些乾糧 春芬, 我們雖然是有名無實 但是拜過堂總算是夫妻 我不管這次是意外也好 以後就像朗玉所說 你一心想離開鹽家舖也好 在我眼中 你始終是我送東陽的妻子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留在那裡 讓我好好照顧你 一個人還要落地生根的生命 我明白你對這個家的感受 但是這裡日子再難 總比你一個人在外面的好 好 春芬, 你別再走, 好嗎? 至於其他人的話 我保證他們不會再說 一切就這樣決定吧 你快點吃了點東西, 早點休息 你們倆沒睡過, 很累的 你們倆, 你怎麼會去吃? 我不能吃, 吃了點東西 你九天, 你要吃飯, 你吃飯 你吃飯, 你吃飯, 你吃飯吧 你吃飯要吃飯, 你吃飯要吃飯 你吃飯, 你吃飯要吃飯 你吃飯要吃飯要吃飯 你吃飯要吃飯要吃飯, 你吃飯要吃飯要吃飯 你知不知道要不是茅大叔救回春婚 他可能已經死在個兒子裡了 你說到最後 還是怪我沒有去找春婚回來 他要走,我能阻礙他嗎? 因為你阻礙不了 所以你就做過純水人情嘛 你明知道他是無家可歸 你讓他走,你叫他走去哪裡? 對,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是無家可歸 那你怎麼知道 他這次不會只是一心博利同情 才會這麼做呢? 老爺,為甚麼這件事你過得出口 為甚麼你現在變成這樣? 我變? 是,你看你現在,衣服已經講究了 房間也要換一間大的 對人對事也冷酷無情 你以前不會這麼強辭奪你 不會這麼不問不問的 你真是變了 我變是因為這個家 你不在,我就代你去受其他人的氣 但在你們的眼中 我做事不夠婆婆精明 做人不夠春婚的痛頭 我還可以怎樣? 除了裝兇作勢,裝無罪人之外 我還可以憑甚麼來管這家? 都入黑了,你還想去哪裡? 就來初六,要放燈還神 我要去貨場檢定 看看哪一隻煙花吉利 買來給你送當家 當日幫那些族人發放 我沒有本事,只是要強辭奪你 但人情世故,我還懂得怎麼做 春婚,是我阿明鳳 春婚 阿明 你剛才哭過來了 是不是這間屋的人進去告訴你 我真的不明白為甚麼 你怎麼不肯走呢 是不是每天對著這種人 你會很開心 你別誤會了, 明鳳 婆婆他們沒有告訴我 東陽她對我很好 我哭, 只是哭我自己的命苦 你又來了, 為甚麼說自己的命苦 你忘了以前你割傷自己的手 是找甚麼嗎 你說斷了吳吉祥 你要改變他, 你不認命 為甚麼你現在要認輸 說自己的命苦呢 沒用的, 現在做甚麼都沒用了 我改變不了我的命的 現在甚麼都答應了 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 以前送家騙我, 要看掌房流種 我都可以說被家人所害 不是我一心紅衡出場 可是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在我井裡 我和東星… 東星也是在井裡嗎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她因為救我 所以才掉下來 我們真的以為我們會死在井裡 所以我…我們才不顧一切 我沒有想過…我沒有想過可以回到井裡 我真的寧願死在井裡 我現在…現在不可以再掛任何人 不可以再自欺欺人了 我…我真的很幸出場 我是一個不受苦度的女人 那條路是我自己選的 現在甚麼都答應了 明鳳, 你教我應該怎麼做 怎麼辦, 明鳳 就算一條黃河水給你洗 你也洗不清了 我反正見你沒有關門, 不介意吧 葉少奶奶坐檔 你以外我登門操房 還是剛做錯過事 怕我在她面前怕我識穿 我知道, 我沒有去黃洋灘接批貨 是我不確定的 我是說你和春芬在井裡的事 春芬跟你說了 怎麼了?介意嗎?只覺得知醜嗎 長話短說, 嚴少奶奶 是否打算向嚴老闆傳盤託出 然後想愛點天燈 對於你, 我一點遠色都沒有 就算我多討厭你 都未至於喜春芬而不顧 春芬她怎麼樣? 一個燈逃浪子, 成人之危 既然好處都已經拿了 過後還用甚麼聲聲作態犯關懷 這番說話是她跟你說的 如果春芬早就懂得跟我說這番說話 我就不用一次又一次為她的事而擔心 春芬她現在究竟怎麼樣 老實說, 如果春芬不是跪在這裡求我 我也不會願意來找你 她有話跟我說 是, 她想親自跟你說 我不知道為甚麼她會知道 最近你的工場要守夜 但無論如何, 她想你無論如何等一等她 謝謝袁少奶奶 不用多謝我 我已經叫了陳掌櫃 這幾晚將工場到大閘所上 無需要任何人來守夜 那豈不是分明棄弄我 棄弄你?還是你想棄弄人? 我是逼於無奈 既然答應得春芬 我不想失信於朋友 我才走來跟你說一聲 要我在這裡容忍你這個宋東星 一次又一次氣龍春芬 我真的做不到 我現在跟你說 我不管春芬有甚麼重要事跟你說 就當我求你, 你不要再糾纏下去 春芬天性單純 她不像你這麼聰明 就算你媽媽玩老鼠也好 玩到這個地步也應該玩夠了吧 我要跟你說的說話就是這麼多 行了, 朗月 我今早先幫祖先上過香你 婆婆, 作為長房的管家 每天勵必要親自上香一次 婆婆往日都是這樣做的 這是規矩的嘛 規矩人不定的 現在你來管這個家 就無需要讓自己每天都這麼操勞 我這個管家 試問又哪敢再定甚麼新規矩 東陽是族長當家 固然不當我是甚麼一回事 春芬家中有一個丈夫撐腰 外面有一個嚴少奶奶眷顧 就更不會當我是甚麼一回事 自量自知, 朗月榮達 春芬的事 你就當是婆婆欠下來的債 就讓我自己來處理吧 眼前, 你煩不著為了她 跟東陽她起艾薩 你們夫妻同心 往日如是, 往後就更應如是 婆婆, 你放心 你以為我在家這麼久 這個隱字我還學不懂嗎 就像剛才那樣 嚴少奶奶一句話 要請春芬過去教她斟子 還要吃飯晚一點才回來 我這個做大姐的 眼見一個輔導人家 要夜出夜歸 都不敢多說一句, 只有隱 嚴家的人的主意 我們都是小管為廟 算了, 朗月 這封信是剛才嚴家的人送過來 給婆婆你的 所謂嚴家的人與時要小管為廟 只是朗月在他們眼中 沒有資格、沒有地位去管 嚴家的人在信裡 有甚麼吩咐要用到朗月的 就有老婆婆你轉告一聲 城樓一會, 玉宇未盡 城邀長房婆婆當下晚上 到吉慶堂一聚, 無必獨行 萬希子 宋少奶, 請慢用 請問一聲, 嚴少奶奶出去的時候 有沒有說什麼時候會回來 放心吧, 少奶奶早就吩咐過 說宋少奶奶今晚會過來 所以早就叫我們好地招呼你 我想她很快就會回來了 勞煩了 不用 我姑姑的事, 明鳳應該最好向你提及 有, 不過我從來沒有跟其他人 說過這個話題 我這麼說並不是介意什麼 其實家裡有個病人 也不是一件什麼的臭事 再說, 值得去說 值得去非短留長的 全部都落在我身上 人們喜歡聽故事 絕對不會衝向我姑姑的頭上 對了, 蔣房婆婆她想怎麼樣 謝謝老闆關心 婆婆她已經好了 那就好了 自從東曉這件事 我也知道 我在你們蔣房一家上客的心目中 是一個挺不想見到的人 明鳳她也是 在這個時候還敢要你來 令你這麼不自在 我不是這個意思 行了 外面的人虛偽客氣的話 我聽得太多, 你不用學他們 昌芬不在這裡學人說客氣 自從桂蘭姐走了之後 曉官平日都由我帶著多 在送家裡, 他是對我最好的一個 那你就更加應該要怪我 從小到大, 我也沒有這個本事 心底好是福 大人善人欺, 就只有苦 春芬不敢說自己的心底有多好 我不懂得去怪人 只是因為自小都只會我欠人 明鳳之前也說過你的事給我聽 明硬黑夫, 終生難憂白頭狼 紅横出場, 無兒無女病惡常行 其實所謂不祥人 都是你身邊的人 遇到一些困難他們解決不了 找你來做藉口 你又何必這麼認真 明鳳都經常教我說 我們雖然是命薄, 但不一定要信命 他真的這麼說這句話? 就算我們再堅持人定勝天 但是人總會累的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像我姑姑現在這樣已經十幾年 雖然我不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 但是可以看得出 他還有一份堅持, 有一份執著 才可以熬得今時今日 而你和我也看得出 以他身體現在的狀況 他那份堅持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但是難道你和我又可以說一句 叫他不要再撐下去嗎? 人之所以分到上下高低 就在乎那個人 有沒有那份 靈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著 執著? 今晚我的話太多了 明鳳還沒回來 他可能去了四叔那裡 我找人請他回來 不用了, 或許我帶馬再來 告辭 慢走 你又來幹什麼? 小琴, 東星大哥是不是在裡面 你說今晚會去工場找他 我說去見他? 你聽誰說的? 我剛好聽過 嚴少奶奶跟東星大哥說而已 明鳳? 糟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 東星大哥明知道明鳳不喜歡他 他沒可能會相信明鳳的話 說我想見他 嚴少奶奶就是要警告 我叫東星大哥不要去附約 但是東星大哥當然不會聽 糟了 還找御奶奶? 東星? 春婚 春婚ær馬來到這兒 我們想跟他的 宋東昇, 你好大膽 竟然和宋氏招惹, 私通夜會 還做這些狗邪之事? 我和蔣房婆婆是一清二白的 我們之所以來到這裡 是被人切局陷害的 嚴少婆婆, 你這樣做什麼意思? 孤男寡婦竟然深夜相會 應該是由我來問蔣房婆婆你 這樣算是什麼意思? 嚴少婆婆, 我宋東昇聲名浪直 但是你真的以為單單我這個局 就可以證據確鑿地送我點天燈? 點天燈? 我稍然會浪費麻油柴火, 免得失事 只要你們二人肯知難而退 離開嚴家舖 今晚的事, 我不會追究下去就是了 要我們連夜離開 那豈不是物認你的誣衊? 嚴少婆婆, 你這樣做會不會太天真? 說得沒錯, 我就把你這番道理 拿去祠堂和父老公論 看來到時候是規矩不止我們兩個 去祠堂?好, 我也很有興趣聽聽 東昇志爺你怎麼跟別人解釋 你深夜來到公場 不是見蔣房婆婆到底見哪一個 嚴少婆婆, 你這樣做實在太過分了 我流利性命給你這條生路 是我太過仁慈是真的 我繼明府不是一個這麼有耐性的人 我走得這一步 我沒預計要跟任何人討價還價 郭基叔, 有勞理和各位兄弟 連夜送兩位下山 我知道怎麼做 走… 放手 發生什麼事? 晚上… 怎麼這麼多人? 郭基叔 我聽到謠言說宋東昇和蔣房婆婆有驗 還約了今晚的吉慶堂休會 果然被我們捉姦在場 是休會?還是誤會? 是呀, 我約了蔣房婆婆和東昇在這兒見面 為甚麼你要在這個時候 你明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你還要走來補他們 我就是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我才在這個時候出現 雷言少婆婆忘了一整天 到頭來也真相大罷了 言少婆婆應該不會覺得失望 應該高興自然 因為嚴家鋪從來都沒有發生過 一些傷風敗行的事 老闆, 你說我說得對嗎? 老闆, 真是很對不起蔣房婆婆 現在時候也不做 反正不是甚麼重要事 或是遲些事說 東昇, 幫我送蔣房婆婆回家 知道, 老闆 先告辭了, 各位 怎麼能讓他們這樣走? 不只他們要走, 你也要走 有甚麼事回家才說 送少奶奶回家? 是… 全部人都回家 除了郭基叔, 跟我進來 我剛才問過郭基叔 他已經把你找他合作的事 告訴我 為甚麼你要問他? 為甚麼不直接回來問我? 怕我會說謊來隱瞞你 你會做不出嗎? 今晚整件事, 由始至終 你也打算隱瞞我了 我不是沒有事前跟你說 但問心那句, 你會聽嗎? 沒錯, 我是聽不到別人的話 但我還分得出甚麼是道理事實 甚麼是己仁憂天 我己仁憂天? 當晚早上跟你否白 承認他是裝聾裝模糊 但翌日他在我面前顧弄懸虛 他這樣做, 除了要我們夫婦二人 為他要多心磨擦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有其他的道理 是, 他之前是裝聾裝模糊 但一時間要在你面前承認康復 難免會有點尷尬 真是的, 這是一個小的誤會 你為甚麼要用人自擾, 黑白不分呢? 這次除了招玉之外 你還把宋東升落水 究竟你對他們的偏見 要執著到甚麼時候呢? 偏見? 疑人物用, 用人物疑 我說過有本事可以管得住那些人 我就不相信那些人 可以有本事傷害我 更何況, 他們是否有這種心思 都要有根有據 阿威, 永遠單憑偏見, 無跡可尋 你都可以這麼多疑 我是多疑 但自己的丈夫多行不義我會怎麼樣? 除了怕, 除了怕 你會有報應之外可以做甚麼? 身為一族之長, 族虧所掩 損人性命, 你無愧於心 但人家自愛, 名崇, 痛不欲生 要你血債血常應的應份 對呀, 冬曉的死是意外 但在朝陽眼中就是割肉之痛 他要對付你, 有甚麼奇怪 你句句說得我這麼死不足惜 為甚麼你要怪他們? 是因為你是我的丈夫 是我繼鳴鳳決定追隨一生一世的人 所以誰要對付你, 我才會對付誰 鹽, 既然已經作了 補償的就要補償 補償不了的這個鹽 我就寧願由我再續下去 做我鹽萬熙的女人 無需替我受這些苦 為甚麼到現在 你還要拒人於千里 我到底你心中是誰 我只不過不想你一錯再錯 你仍然覺得我是錯 你拉攏郭忌叔 最終的目的是逼走東星和焦肉 但你知不知道 今晚郭忌叔在天燈台 早就叫人準備柴枝和麻油了 就算你願意為我再作業下去 你也不想搞出人命 今晚如果不是春芬回頭告訴我 你種種奇怪的安排 我怕郭忌叔已經魯莽行事 公佈私仇 到時候你的心會安樂嗎? 不管是東星或焦肉 今晚種種都當是了事 對, 我說話說了出去 就這樣決定 東星大哥 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的 就像在井裡 我知道你一定會醒來一樣 葉老闆, 是你叫來的? 我知道你不想被這個人救 但我真的不知道明鳳 若你去工場又會出甚麼計策 我一生只是想阻止他 我不知道你除了這樣可以做甚麼 我明白, 辛苦你了 要不然因為我 明鳳也不會這樣對你 不知道 你不怪我 怎麼會呢?我以後你不再理我 那天晚上 我真的以為我們不可能會回來 所以我才不再想我自己究竟是否一個淫婦 可是現在撿回一條命 我就不可以不想這個問題 可是我自己也回答不到我自己 我也不知道怎麼去面對你 那為甚麼今晚你又來救我 我不想順命 甚麼 紅杏出場 無兒無女病我藏 這句話可能真的應驗了 但是命硬吸呼 終生難有白頭浪 我真的不會讓他成事 我一定不會讓你死的 明鳳也可以為他丈夫做那麼多事 為甚麼我不可以 我一定要跟你白頭到老 我一定要保住你的命 兩年前我能保住你的命 今天我不會白白地讓你離開 對不起… 我知道你要報仇 我不想你報仇 但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沒有, 我真的不想你死 如果你不肯放棄的話 我會幫你的 我不會讓你冒這個險的 沒有 除了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怎麼做 我答應你 而不是這個人, 我以後不會再管 真的嗎 以前的事我不想再管 我不要再報仇 我不想再計算這麼多 我現在 我只是想跟你離開嚴家舖 我們可以離開?真的可以嗎 可以 雖然散城有很多人在撿我 但是我一定有辦法離開嚴家舖 你相信我 我們一定能去到我們可以去的地方 我相信我 我相信你 我叫人幫你慶花兒子做事 不用了, 趕着回去工場 我知道外面的事 你已經不需要我再為你留神 但至少在那間屋裡 始終都是由我為你打點生活 昨晚書宰的燈 你一直都沒有關過 我知道你根本就沒有好好休息 你現在又不用早點 你認為我可以不為你擔心嗎 我想你應該好好地想一想 你如其煩惱 希望我吃得飽、睡得好 倒不如孫子明白 我為何吃不下、睡不安 老闆少女,老爺回來了 老爺回來了 爹,我以為你明天才回來 為何這麼早可以上山 我們昨晚就下道頭了 今早天還沒乾 老爺叫雷車上路 老爺也不知道多急著回來見老闆 老爺 老爺 爹,清晨趕路,寄奔波 也省不了多少時間 你又有病在身又何苦呢 關炳你也是 明知道天黑趕路有危險 為甚麼不勸爹 不關關炳事 我要堅持他又勸了多少 何況這次上路 我還多了一個人照顧我 萬喜,你不用替我擔心 大哥,曼天 大哥,曼天 爹,上床休息一下 好,始終還是回來才覺得自己有家 坐吧 聽說馬家寶那邊 來了一個放過洋流學的西洋大夫 來這裡雖然老徒遠 但是叫他隔天上山 也應該不太困難 人老了,自然就有病隨身 我只是恐怕你徒勞無功 那又何必廢心相神呢 信其自然,一切由天 一家人自得其樂 那豈不是更好 真是想不到老爺 你現在會信天信命 人老了,還計較那麼多嗎 明鳳,爹既然已經回來了 無謂的說話,不要說那麼多 你叫廚房早點準備午飯 爹和曼天趕了整晚路都很累 吃完就要休息 那我出去準備一下 曼希 你不要怪他 見到老爺回來了 老爺,反過來我是他 我會做得更多,防得更嚴 爹,以往的事我不想再提了 好,我們是兩父子 你不提,我也不再說 不過你和曼天是兩兄弟 如果不再說 心裡就會越多一條刺 對了,爹,為什麼你會這麼巧 和曼天一起上山? 不是這麼巧,是我逼他 是你逼他? 是 我在省城的時候 他已經人浮於時 一天一頓就當兩頓吃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他早就知道我在省城 但他也不敢上門來找我 我實在是隱無可忍 於是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要是 就讓我路途奔波 死在路上就算了 你要是你就跟我回來再說 大家一家人爭拗再大 就像我和明鳳一樣 我也不覺得 日後會有多難相處 更何況是你們兩兄弟 大家開門見山說清楚 之後就算是醉是離 所以我才能夠明白 無悔無愧 鳳眼鏡上次弄壞了 我找人修理好了 大伯,他怎麼樣? 人就是這麼奇怪 無論有多少病痛 一回到家就覺得舒服自在 其實我要見大伯有病在身 我才陪他回來而已 明天早一早 我就會馬上吹醒醒了 坐下 還生氣大哥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知道,我之所以要走 是因為我自覺沒面目 再沒理由留在這裡 如果說到生氣 應該是大哥你老萬天才對 沒錯,我是有生氣你 甚至我沒想過要原諒你 我生氣你是你當日堅持要走 我都沒怪過你 人離鄉戰 你一省整個是甚麼的日子 阿弟已經告訴我 當日你要走是義氣 今天你堅持要走是鬥氣 大家都是一家人 有甚麼不可以解決 有甚麼不可以商量呢 難道真的要老死不相往還嗎 哥哥很少求人知道 留在這裡繼續幫我忙,好嗎 來,試試看這副眼鏡 看是否妥當 怎麼樣?是不是有妥當 不是 只要沒有這副眼鏡 在外面的時候 模糊糊了一段日子 我想我要的時間力升上 聽人說 說盈老爺今早回上山 早知道他會回來 爹就不要接我買賣 我們早知道下山好過 怎麼了?盈老爺而已 我們無需要怕 不是怕,是煩 甚至爹是連打井打也有水 他都堅強留住你 不讓你告訴人 幸好東天大哥的第一天 跟台上沒事的 這種人的心情很獨立 他一天留在賢家舖 我們就擔心多一天 放心 他不會留在賢家舖很久 為甚麼? 總之在賢家舖這個地方 最終人家人都會離開 盈老爺只不過不管我的意思 這麼多年以來 大家都會說 天下間最可憐的人 就是女人 但我告訴你 我們往往同樣 都是天下間最可怕的人 這麼說 並不是我們本性是這樣 只不過為了身邊的人 我們沒有辦法不這樣做 在那個遙遠的年代裡 他們就是我們的一切 他們就是我們的事業和成就 所以為了我們的男人 我們本來就不會介意 自己變得多麼可怕 又或者是多麼愚蠢 你有張人在這裡等嗎? 我可不可以跟你說幾句? 我知道你想說甚麼 但我不想今天說 我不像你那位婆婆這麼厲害 懂得把自己的脾氣藏起來 我不想在這裡說人 也不想在這裡怨你 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你們任何一個要怪我 都是應份的 寧願怪在自己身上 也要堅持其他人是對的 事實上一切因緣矛盾 數量都是源於我的事 我又怎麼可以怪你們呢 我寧願你在這裡怪我 總比你會相信那兩個是好人 人總有錯的時候 但是也有改過的時候 東升他會改的 他答應過我不會再胡思亂想 更加不會加害於閻老闆 至於婆婆更加無妄之災 明鳳, 你又何必做事 做得這麼不留情面呢? 甚麼叫無妄之災 對, 賣氣雙兒失聰 那個招玉就在裝聾敗夢博取同情 我就偏不信他沒有同仿 婆婆雙兒受創確實是事實 再說他怎麼知道老闆雙兒 同樣有事這個秘密呢? 賣氣失聰的事, 知道的人確不多 你懷疑我? 誰到處跟人說害你丈夫 我不是說你想害人 但是你太容易相信人 被人利用, 套取過口款 怎麼這麼奇怪?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就算在東升面前 我也沒有透露過半句 明鳳, 就算這次的事 幸好沒罵大就這樣算了吧 東升他確實向我保證過 他不會再做傻事 他真的對我真心的 你相信我這一次吧 我相信你 我相信東升對你是真心 我更加相信 人有時候不是一定要害人 只要對那人說謊 我們大家都是為了自己的男人 才付出那麼多 錯不在理和我 我希望你日後都要記住我的句話 別想怪自己, 知道嗎 好, 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